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下一任總統也要有一定相當的能力來處理國際事務 就我來看 中華民國臺灣的領導人 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時候 應該有幾項必要的體認跟能力特質 第一個 就是有能力在國內的意見分析中 以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找出最大工業數 以及形塑最有利於臺灣的立場 最重要的 還要維持對外政策的穩定 所以政策的穩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了政策的穩定性 才會有我們所需要的國際的信賴 第二 要有一定的溝通能力 這個包括在外交場域的溝通 還有在做戰略溝通 甚至於跟人民的溝通 都很重要 第三 也是我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能夠跟國際共享價值 並且積極地參與這些價值的實踐 第四點 必須有強烈的自我防衛的意志 讓臺灣能夠有足夠的防衛自己的能力 第五 要有能力組織跟領導 專業的國安團隊 這是一個高度專業的領域 需要很多人的投入 很多有經驗 有戰略思考的人的共同加入 賴副總統歷練過從地方到中央的好幾個重要職務 過去 景仁他和我 還有國安團隊 也都共同一起工作 對於國際的事務 安全事務 一直到總體經濟 都有相當的經驗 我剛才講的領導人的特質 不是梁森丁座 但是我認為賴副總統具備相當程度的條件 但是對於賴副總統 我可能比大家瞭解的多一點 因為我跟他有漫長的共識經驗 賴副總統有他自己的風格 如果大家多瞭解他 就會覺得他是有很多的特質 他很適合做國家領導人 我也希望賴副總統在各方面多跟社會來展現他的特質 那他是 我覺得他有很多的特質 是我們社會所希望看到的 也在透過這個選舉期間 我希望我們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他的支持 本集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誓言